所以有提議說要不要漸漸黃門指教 應該是可以解禁了吧 就跟前面那個秦偉 他在七年八個月 做了一半的他提假事嘛 提假事就把他駁回 為什麼駁回呢 說他私下他還沒有跟受害者 和解 和解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在裡面怎麼和解 因為這個和解跟假事的是 完全沒有關係我覺得 秦偉性性三女 手提假事被駁回 男性邦郊區在裡面怎麼和解 好兒啦 本身是大人 裝置好奇四百元蜜羊 人生狂斷幾個秋 把負責無法秀 東邊我的美人 那些年黃河的夢 台灣有職生命協會6號舉辦活動 包括好久不見的一人一母 屬於舉仙姬 一日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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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還有芳心全部上台高歌 謝謝安壯 過去長看綜藝教母張孝燕 一起吃飯的陸一龍 也被問到黃子嬌的金礦 還自爆張孝燕最近買了一間新方式 有關心他徒弟黃子嬌的事情 有 我前面我在幾個月前就跟他講 我說我們聚會是不是要帶到你這個 你的所謂的關心企業 他又講他說最好不要 也許時空都一樣 他說不要增加他們的控制 所以有提議說要不要見見黃子嬌 應該是可以解禁了吧 最近好像在一個月以前就開始有提到 阿嬌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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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筆了我不曉得了 我跟前面那個秦偉 他在七年八個月做了一半 他提假事嘛 提假事呢就去把它駁回 為什麼駁回 說他私下他還沒有跟受害者和解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在裡面怎麼和解 也不能喝咖啡 又沒有招待 又沒有會議室的 但是在裡面 因為我也待過裡面 所以我知道裡面可是有限制的 那你要給他一個空間 他才能夠去運作嘛 在裡面他表現很好 雖然已經達到了假設的門檻 其實這個和解跟假設的是 完全沒有關係 一些酸民啊 說明傑他的臉啊 整啊整容啊 結果看到媽媽去的時候說 你看他這媽媽長得好像 而且他教女朋友都會帶給你看嗎 都會 都會喔 所以拍到那個你也看過了 有看過 那你有急著要抱孫子嗎 我不急 可是他說 媽媽 你現在因為年紀 有一點啦 是不是 想要抱孫子 我沒有急著要抱孫子啦 但聽到過世消息還是很難過 我們合作大概有兩三年喔 後來知道說他身體的狀況 一直不是很好 因為他是肺的部分 但是他很堅強欸 我發現他就是他都能夠自己 比如說帶著那個氧氣之類的啊 大概在過年前 今年過年前 嗯 對 那時候他在家嗎 在醫院 但是不是家父病房 那時候我覺得還OK 就是有在治療覺得還OK 後來就突然間就轉了 轉了那個 他這個病已經拖很久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他說年輕的時候拍戲 那時候他們拍戲就是熬夜嘛 然後抽菸嘛 喝酒吧 這個好像他們應酬都會這樣 男生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的習慣 比較現在的人就是比較說 注重這個養生啊 他當時的沒有啦 沒有什麼養生的這種 我可以說